你们能想到小仓鼠的中秋节也这么有仪式感吗 根据你们之前评论的表情包 今天就给小仓鼠的大别墅做一个中秋风格的强满吧 中秋节嘛肯定得有月亮 注意这个女人就是从这开始翻车了 我忘了上背景思考了 出一下塑料布保护一下我的桌子 真是差声文句多 这回得来个大刷子了 她开始挤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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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再调调调调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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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着涂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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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涂 这个背景我要画成见面色 来点紫再涂上 用了两个小时 这个见面的背景终于涂完了 等它晾干 经过一晚上这个底色终于干了 我还得重新画一下月亮 小仓鼠也是不能少的 给小仓鼠描个色 重头戏来了 画一下月亮 这个过程就是从外往里颜色递进着涂 有点磨叽我就加个素吧 OK 这个月亮就完事了 这个云朵的部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渐变 再把这些小星星的装饰给画掉 接着就是画小仓鼠了 给小仓鼠上色的时候 我妹问了一个让我特别崩溃的问题 小仓鼠终于画完了 咱就是说这个翻车总是突如其来 我的月亮 修补一下还行吧 再来点细节 画个流行试试 哎 还行 啊 两天时间 这一片狼藉 终于画完了 这两天我还得做几个符合中秋月夜备增版的仓鼠家具 赶紧把你喜欢的表情包发给我 让我找找做家具的灵感 中秋节 小仓鼠的月明也得安排上 模具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说做的什么下的呢